这个外公差一点 能不能便宜点给我 都一样的啦 能不能便宜点给我 便宜50块钱给我好不好 好 兄弟们 我现在位置是在生存环境表 整会我未收两款比较便宜的笔记本 这款呢就是12寸 很多人不想要iPad 要一个便宜的笔记本 但两天左右 那我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 首先说 我们来看一下这两台啊 那这两台苹果笔记本呢 目前这边是12寸的 看到没有 兄弟们12寸的 12寸的 我们给他最好的系统质值是在10点14 当然他这一款的话也可以升到13系统的 那如果我们真的有行业人员的话 我就不建议升太高了 因为他这个m3一点爱货这个 兄弟们看到没有 很薄吧 我的指甲就这么一点厚 这边的话就是一个指甲的厚度 那么有兄弟们 这个价格呢 到底是多少呢 我们问一下当初老板 多少钱 这两个 给我的行情只要2100 但是2100 这个行情呢 来看一下他的外观啊 因为2100说实话 低于市场的行情价 那这边的有一点小磨损啊 但下面这个外观也好一点 这个外观要差一点 这个外观差一点 能不能便宜点给我 我没有便宜点给我 便宜50块钱给我 好不好 啊 兄弟们 这个地方的话 外观听说的话就便宜50块钱 啊 这个当口老板还是比较好说话的 你跟你们还有没有别的 就这两个了吗 就这两个了 就这两个了 是吧 他这个档口其实有很多货的啊 然后要什么货的话 你可以去找我 这一款最大的优点 我们要讲清楚 因为他是12寸的 他的优点 来看一下 它采用的是 视网膜的显示屏 显卡的话是 hd615的 然后256g的 不单一版 它是可以装双系统的2100 里面什么ipad 强吧 对不对 可以双系统像一个s大小的一个笔记本 接口啊 都是ok的啊 ok 真的真的非常的轻薄 它的主打就是轻薄 拿来日常办公学习 或者一些旅行啊 都是很好的好的选择 如果你还要别的苹果笔记本的话 可以安排 可以留言